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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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换星机还有好礼相送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只要家里的空气清淨机 外壳催化 电路板或马达严重受损 或绿网卡了厚厚一层灰尘的旧型机器 都可以换星机 而且立刻能获得 沐浴金及蜂蜜罩等 价值接近2000元的超值安利 全方位捷径离合组 难怪大家趋之若鹜的 赶来换星机 二代多了很多智慧的功能 它会帮我们自动侦测我们的威力量 它有一些定时的功能 它其实跟一代就很大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的过滤效能 其实二代也大幅提升了 很多人赶快利用这个机会 把家里 帮家里的一些 比较比较旧的机器 趁这个机会把它更新 想要对抗空气污染 确保身体健康 室内空气品质不可不重视 若能立刻把效能较差的旧机器 换上最新的高效能空气清净机 让家里的空气更清新 就能让家人安安心心 度过秋冬空污季 享受清新自在的好生活 安利新闻六月份杨静 桃园报导 在换星的空气清净机之外呢 厨房油烟也是家庭空污的主要来源 这个月买安利空气清净机 真的是送很大耶 还加码送不沾锅 具备了省油省食 不容易烧焦黏锅 以及好清洗等各种的优点 哇 好香哦 锅盖一打开 阵阵香味立刻扑鼻而来 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黑啤酒羁绊 看起来令人食指大动 美食大人说料理要好吃 锅具的选择很重要 不仅能快速烹调 还能美味上桌 针对市面上加工食品充趣 主妇们担忧食安问题 只好自己下厨 希望家人能吃得健康又安心 自己动手做看得到 说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嘛 食材看得到 然后调味料也看得到 那你去外面用餐 有的时候 一方面是好的餐厅 你要排队你要等 二方面是里面放了什么 你其实不晓得 那现在又有很多黑心的食物啊 然后一些食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下了班 然后回家 然后很快速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做 那又比较安心 平常忙于经营事业的肖小婷 与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时 就会亲自下厨 和好友共享健康美食 对于锅具的要求 她说就要不沾锅 觉得不沾锅就是很简单 因为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说 厨艺不好容易烧焦 因为导热很均匀嘛 然后也不容易沾锅 像你要煎个鱼啊 然后煎个蛋之类 甚至有时候连油都不用放 然后再来就是不沾锅很好洗 就是像我这种懒人的话 就是我有时候煮两三道菜啊 就是一道菜煮完之后 稍微擦拭一下之后 就可以接着煮下一道菜 为了照顾家人健康 多数人喜欢自己烹调 也因为不沾锅的快速便利性 让它成为居家料理的好帮手 现在若想要拥有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的美味不沾锅 赶紧购买安利空气清净机 就能轻松获得 不但仍让家人呼吸新鲜空气 还能享受下厨乐趣 真的是一渐一过 梦拉渐一口 安利新闻林会廖俊潮台北报导 上个星期我们告诉您 安利创办人 皇冠大使 许续生和谢淑芬 号召伙伴一起搜集希望小巷铺满 要挹注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 那么今天我们要告诉您 其实两人早在八年前就成立了 中华民国卓越公益协会 要来帮助偏乡的弱势孩童 他们让安利人爱的种子 撒遍台湾的各个角落 小小孩唱着足语天真的哼哼唱唱 志工们则是陶醉在 悠扬的歌声中打着节拍 中华卓越国际公益协会的志工团队 去年举办悲知识上山的活动 透过团康说故事 带给屏东的偏乡儿童 满满的关怀与爱心 而这幕后推手就是安利创办人 皇冠大使许绪生和谢淑芬夫妇 他们同时对于安利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也从不间断 安利公益基金会一直都是很直接的在帮助很多的儿童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要尽量的来就是做捐款这样子 我觉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 那可能我们在时间这一块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如果能有行有余虑 我们就是尽量能够跟安利公益基金会这边来这样子 想把温暖送到社会上的每个角落 他们更到偏乡和部落交流 其中希望工厂也大力赞助 让谢淑芬直呼好窝心 爱心不嫌多 虽然我们自己有公益基金会 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公益基金会 都值得我们大家去投注更多的力量跟金钱 那自己怎么结合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说 在人力跟资源上面的整合 我觉得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投身公益做爱心不遗余力 温馨的氛围也深深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位伙伴 安利人的爱心种子洒遍各地 温馨照亮阴暗的每个角落 安利新闻谢晓天杨静高雄报道 在科技日新月异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不只颠覆了我们的生活 也改变了我们的创业方式 来看到中国安利的这位女孩 她叫Lisa 利用安利O2O的创业平台 她的一天里过得丰富多彩又轻松 因为可以参加许多健康的社群活动 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还带着朋友们参观安利体验馆 利用移动工作室等等线上工作下单 学习 那么在晚上还办了一场美食派对 吸引伙伴来纷纷加入 建有安利O2O的创业平台 让她能快乐创业 轻松生活 嗨 我是Lisa 我喜欢运动 参加线下健康社群活动 让我交到了很多志气相投的朋友 创下150万点月高人气的网络影片 我的安利O2O生活 在网络上引起热烈回响 中国安利的这个女孩叫做Lisa 要带领您一同感受美好的一天 她早上和朋友一起跳油氧舞蹈 分享各种运动瘦身后的成果 下午又和朋友到体验馆 参加营养健康或美容时尚讲座 在增广见闻之余 也增加了与好友们共同讨论的话题 晚上再去参加美食派对 在温馨的气氛中 和好友们一起动手烹调享用美食 不仅凝聚了彼此的感情 不知不觉中 朋友就成为了事业伙伴 对她来说 原来开创自己的事业是那么的简单 不仅如此 安利移动互联网系统 也构筑了安利人的美好生活方式 举办安利海外购 数码港 云学堂 不仅提供各种丰富的活动资讯 和社群互动连接 移动工作室还可以线上下单 轻松完成交易 借由多元化的学习和交流方式 让自己的日常生活过得多采多姿 LISA的一天 让您充分了解 一边快乐创业 一边幸福生活将不再只是个梦想 只要跨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就能亲手绘制 属于自己人生的美好蓝图 安利新闻林会廖俊潮 综合报导 您还在羡慕别人的好体态吗 我们下集新闻就要来告诉您 如何吃得营养又瘦得漂亮 让窈窕轻盈不再只是梦想 请您别忘了锁定安利新闻 我们下次见